第五单元的主题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的是 what does he do 那怎么样来翻译呢 首先呢大家其实对这四个单词 其实并不陌生对吧 每一个都是学过的 那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翻译呀 来看一下首先 what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对吧什么 he是他 那看到do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 do homework 做作业是吧 那这样的话顺其自然的就翻译成了 他做什么 好像他做什么 这样一句话又有点翻译不通 那同学们如果有预习同学呀 就可以看到后面有许多的职业 对吧 那所以呢大家可以想到 这个标题可以翻译成什么样子的呀 应该是 他的工作 或者说他的职业是什么 是什么或说 是什么呢 他的工作或者是说职业是什么呢 那说到工作和职业呀 大家可能会想到自己的父母 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吧 maybe a teacher a doctor or a fireman right 可能呢他会是一个老师 有可能呢会是一个医生 还有可能会是一个消防员 大家除了对自己啊 父母当中啊 职业用英文来表达之外 那其他不一样的职业 大家是否可以用英文流利的表达出来呢 ok so today we're about the work about work ok 那今天呢我们将学习这些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工作 用英文怎么样来表达 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许许多多啊 形形色色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职业的这样一个存在 ok so today we're the different work ok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学习不同 而且是不一样的职业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片啊 这个图片呢出现两个非常彪悍的一个男子的形象 这里面呢是一个美国工人的这样一个存在对吧 那工人这样一个单词 它在英文当中应该是怎么样来表达呢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来 ok 看到这个worker大家可以知道是工人 那前面这个 哎 factory应该是怎么样来翻译的呀 啊 大家都知道工人一般都会在哪个地方工作 应该是工厂对吧 ok so the factory is a new word 那这个factory呢它是一个新的单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音标 那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音标 中音呢是在最前面 f factory factory right factory worker factory worker 中音啊都在单词的最前面 大家读的时候啊 音调要注意一下 啊 once again啊 再一遍 factory worker worker啊 ker的这个音 r的这个音要发出来 ok worker right 那这个整体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一个工人 如果说啊 再复杂点说的话 可以说是工厂的工人 对吧 工厂的工人 ok 那这个单词其实呢 并不难 大家要注意的拼写啊 是这个factory这个地方啊 如果说大家对实际这个单词比较有印象的话 其实前面的四个字母都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后面加上一个ory ok 那worker的话更不在话下了是吧 worker work是工作 er我们都知道是表示一个人的对吧 表示一个人的 teacher 对对吗 teacher在后面加上了一个er就变成了老师啊 老师 所以worker加上er呢就变成了工人 工人 ok 那再次看一下啊 factory worker是工人的意思 工人的意思 ok 那除了工人之外 我们将学习到呢 还有另外一个啊 比较有趣的这样一个职业啊 也是非常辛苦的 他就是呢 我们的邮递员 对吧 那说到邮递员呀 我们在第一单元当中 我们就学到了邮局这个单词啊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印象呢 当时呀 我在给大家说邮局的时候 我是怎么分析的呀 啊 首先邮局是post office 对吧 post office 对吧 那post 我当时是说 它是邮件的意思 office呢 可以说是一个办公室 所以post office 是邮局 那邮递员 我们应该怎么说呀 我们想一下 邮递员 啊 老师先把这个单词给它标出来 是postman postman 啊 刚刚说了post是什么意思呀 邮件对吧 邮件 man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人 对吧 一个人的存在 所以呢 postman 哎 邮件的人 啊 不翻译过来就是邮递员的意思吗 邮递员 啊 那这个音调大家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中音在哪里呀 最前面 所以就是postman postman OK 这个翻译是相对而言 比较简单的啊 OK 稍微过一下啊 意思 postman 注意一下拼写啊 最后的三个 字母是man啊 man 那连在一起呢 就是postman postman OK 那除了邮递员之外呢 老师接下来还要介绍一个比较普遍的这样一个啊 工作的这样一个职位的这样一个啊 英文的说法啊 是我们的商人对吧 那商人的话 大家的第一印象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呀 他是比较忙碌的对吧 啊 经常是奔波在外啊 奔波在外 那商人他在英语当中的表达呢 会稍微有点复杂 大家看一下啊 看英文当中是怎么样子的呀 啊 看一下 那首先呢 首先呢 前面有一个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单词啊 他整体来读的话是businessman businessman 那后面这个man呢 我们可以把它先分开啊 先分开 如果想要快速记住他的话 business分为一部分 man分为一部分来记 那首先呢 我会把这个business呀 还原到另外一个单词 就是busy busy是什么呀 刚刚说的 忙碌的 对吧 一个形容词 忙碌的 如果说这个男生啊 或说这个男人很忙 他有可能在从事的就是一个商人的工作 对吧 商人的工作 所以呢 我们把busy 把它转换成business 改歪为i 加i e n ss 对吧 i n e ss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成为了另外一个单词 连起来呢 businessman就成了我们什么呀 商人啊 商人 大家可以这样来记 前面的话有一部分 后面有一部分 其实最终我们只要记中间这一个部分 对吧 中间这样一个部分 那看一下读音 大家也写 中音依然的是在我们的 最前面啊 b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ok right man 这个后面的啊 一样的要注意一下 拼写不要错误了啊 ok 那大家可以在脑子里面再回复一下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拼写 应该是 b u s i n e s s 加上我们的 man right 非常棒啊 那首先呢 啊 大家可以记住他读音 然后再记住他的拼写 好的 那最后呢 老师将带带着大家呀 最后学习一个我们这样一个职位啊 他呢 是一个非常酷的职业对吧 非常酷 这个职业呢 就是我们的警察对吧 我们人民警察 那说到警察呀 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辛苦 非常怎么样 啊 无私的这样一种职业 那警察在英文当中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说呢 想一下 说到警察 我们可能会想到 police 对吧 police 那 警察这样一个人 他应该怎么样用英语描述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在英文当中呢 警察应该是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officer 之前呢我们说的office是一个办公室 那officer可能就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的人 那很多警察呢 他可能是在一个警察局里面要破案 等等等等 对吧 所以他可能呢 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的警察 所以police 跟officer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总而言之为 警察啊 警察 ok so we need to learn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那接下来还是要来看一下 police officer 他的重音在哪里呢 来看一下 重音是在中间啊 这一次并不在外面了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right 看一下 他的拼写 拼写相对而言会是比较简单的啊 并没有说很难 因为这两个单词 其实都是大家之前学过的 大家之前学过的 那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是介绍了这四种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职位啊 想一下第一个我们学到的是工人啊 我们所学到一个新的单词是工厂啊 应该怎么读呢 是 factory walker factory walker 对吧 walker就是在工作的人啊 工作的人 所以就是 er 后面要加 对吧 所以就是factory walker and number two we know about 第二个我们学到是什么呢 非常有趣的职业是 postman postman 对吧 游地员 游地员 那第三个呢 我们学到一个经常奔波在外 非常劳累的这样一个工作 是什么呀 商人 对吧 怎么说呢 是businessman businessman 注意一下众音 众音 okay so last one we know about the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那最后一个我们学到的是警察 警察 那好的 那给大家呢 正常的回忆一下啊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四个单词分别填出 okay so the first one 我们刚刚复习到的是 factory walker factory walker okay the number two is postman postman okay so number three is busines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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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okay right last one is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so that's all we know about the vocabularies 那今天呢 我们是学到了这四个新的这样一个单词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课后呢 认真的复习 把它们音呢 以及拼写呢 都好好的记一记 那好的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